中国卧蜀才去方说楼石 楼石的阔帕又没有人想过 他与周江民居只有的楼头那么远 与有一场民愁灾难那么紧 是被皇帝振养 还是被取军利用 都是首偏上当 但自己还没形成 引领抗衡的力量 山头林里的孝茂猴 欲获斩身打往后腰 欲过那场朽生云冬的龟头 鱼鳞忠悠已死 是被合手推下去 还是自己调下去 又是莫亮阳 怎样说也许伤死了人心 毕竟机关枪朝年轻的生命烧去 汤克将邪漏之躯练养 青春的还蒙变成我蒙一场 我们可以五金的生讨空手下去 忽略其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寿命就在于 一切不可能三死三中 假如楼市成功 又能阵阳 楼市的阔爬 在于那是一条走通的道路 也不是正确的方向 就像五十一样 几点楼市面怀 望死者 正能没有反省思考 这场打头杀 是否是一场五一时的活谋 如果学生领袖能实施 将成千上万 那些抗争的学生 从天安门广场扯下 某种意义上讲 胡召都是人民的功底 为什么翻成了 雕往法载的英雄偶像 不只有武林士 似乎可以拥在一切地方 许我直言 楼市运动也许只是一场 充满悲情的胡捞 就像米士上 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一样 不要说我得哪里的一切 充满怀疑 与深深的绝望